7月27日 火箭队头号巨星哈登亮向美国梦之队迷逆训练凝时 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对新赛季做出了展望 哈登公开表示 虽然今年夏天火箭队在转会市场上 失去了阿里扎和巴默特的这样的关键球员 但哈登没有因此对球队失去信心 他说 我们确实失去了几块关键拼图 但我认为只有保留住最关键的球员 然后重新签回卡佩拉 让其他球员进步 我们依然是强有力的挑战者挑战总冠军勇士 哈登在采访中对火箭高层提出的唯一要求 就是重新签下卡佩拉 这被他看作是向勇士发起挑战的关键所在 不难看出 既火箭CEO泰德布朗后 哈登也给火箭总经理莫雷提出了建议 那就是争取重新签回卡佩拉 不要让他离开球队 这是哈登由火箭和勇士争夺总冠军提出的最为直接的条件 笔者也认为 目前火箭队的阵容 安东尼如果加盟的话 他和詹姆斯文尼斯完全能够填补阿里扎和巴默特里卡留下道中线上的空缺 那么如果火箭重新签下卡佩拉 至少对比2017-183技球队的阵容 实力上是没有任何下降的 处于稳重有生这么一个良好的状态 这样的火箭 依然有能力向总冠军勇士发起挑战 既是勇士拥有看似不可战胜的武器头